杭州出現奧米克戎本土疫情 網上視頻顯示 26號 獄警藍灣小區內有很多防疫人員 小區外停著許多大巴 上傳視頻的網友說 獄警藍灣小區被管控 大巴拉走了密接人員 據官方通報 1月26號凌晨 浙江、杭州出現1例奧米克戎確診病例 截至26號24時 又新增7例確診 不過 官方數據的真實性仍受外界懷疑 我們這邊都瘋了 都隔離了 進來了就不能出去 小區上路都關了 首例患者甘某某是杭州一家餐飲設備公司的員工 家住瀟山區獄警藍灣小區 1月19號曾參加上百人的公司年會 據公司公布的照片 參加年會的員工都沒有戴口罩 聚集在一個密閉的餐廳 26號晚 甘某某服務的公司所在地 被調整為中風險區域 附近的長江小區居民透露 他們不能出小區 整個濱江區全員核酸檢測 網上視頻顯示 26號晚下著雨 杭州濱江區多個小區居民撐著傘 連夜排隊做核酸檢測 目前杭州多地提升防控等級 濱江區和瀟山區已被納入 風控區、管控區、防範區三區管制 新唐人記者陳傑、李珊珊、李佩玲採訪報導